春末夏初是马铃薯甲虫活跃的季节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幼虫 食量大 破坏力惊人 如果不及时控制 会成为种土豆和茄科蔬菜人的噩梦 这些甲虫对土豆蜘蛛的生长 和土豆产量影响特别巨大 同时也对西红柿 茄子和椒类等茄科植物 有着不小的破坏力 如果你不种土豆 也没有在茄科蔬菜上发现这种虫害 也不用担心我介绍的这种方法用不上 请继续往下看 因为到了夏末秋初 各种茅茅虫 菜青虫 明虫和豆甲虫就该开始活跃了 我所介绍的方法对这些害虫也都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应该对茅茅虫和豆甲虫都不陌生 种十字花科的白菜 包菜 西兰花 花椰菜等 应该都体验过茅茅虫和菜青虫的破坏力 种豆角的朋友也肯定对豆甲虫是深恶痛绝的 防治这些害虫和防治马铃薯甲虫的方法是类似的 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手段就是使用有机的生物杀虫剂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去年10月份我做了一期视频 介绍了茅茅虫 菜青虫 明虫和豆甲虫的防治方法 重点推荐了有机的生物杀虫剂 多莎菌素 这种生物杀虫剂对马铃薯甲虫同样非常的有效 大家想使用多莎菌素的话可以参看我以前的视频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的介绍了 今天我以马铃薯甲虫为例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款有机生物杀虫剂 它和多莎菌素的杀虫范围是有大量重合的 可以作为多莎菌素的备选或者是替代方案来使用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你已经说过多莎菌素是非常有效的生物杀虫剂了 那我就用它不就行了吗 干嘛还要用另外一种呢 大家都知道害虫也是会学着适应环境的 如果一种药用久了 用的频繁了 害虫是会产生抗药性的 如果那样的话 你就给自己的菜园培养出超级害虫了 为了避免产生抗药性 我每年使用多莎菌素的次数是有限的 需要在防制住虫害的基础上控制使用次数越少越好 可是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悖论 能在有限的次数内控制住虫害当然是最好了 如果没控制住那岂不是没得用了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替代方案 大家来看一下 这就是另一种有机生物杀虫剂的选择 英文名称是Bacillus thuringiensis 中文是苏云金牙包杆菌 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 名字都太长了 用它的简称BT更容易记住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BT BT也就是苏云金牙包杆菌 是细菌微生物杀虫剂 它是一种胃毒剂 进入害虫消化道后会破坏肠道壁 使害虫停食 并且会进入血腔进行大量的繁殖 使害虫得败血症最终衰竭而亡 听起来有点恐怖 其实它对人畜和鸟类是无害的 对环境也非常的友好 不仅如此 它对传粉的昆虫和其他多数异虫 几乎都是无害的 比如它不会伤害蜜蜂 蚯蚓和七星瓢虫 它针对的主要害虫 是鹅与蝶类的幼虫 苍蝇和蚊子的幼虫 以及食业类甲虫的幼虫和橙虫 那么BT和多杀菌素的主要差异在哪呢 多杀菌素对害虫具有快速的触杀和喂毒作用 能渗透到叶片表皮下杀死害虫 药物的持久性比较强 有效性可以达到三到四周 而且也有一定的杀虫卵的作用 它能杀毛毛虫菜青虫 翼鹅虫 明虫 苹果肚鹅 吉普赛鹅 红蜘蛛 叶鹅虫 前叶虫 帐篷毛虫 以及墨西哥豆甲虫和马铃薯甲虫等食业性甲虫 还能杀剂马 大家也可以根据我列出的中英文名字来搜索一下 了解害虫更多的信息以及不同的变种 BT是喂毒剂 需要被害虫食用进入消化道后才能杀虫 它的药效不如多杀菌素持久 通常在喷到叶片后两天内被虫子食用 有嚼好的效果 超过一周基本就无效了 BT杀虫范围也要比多杀菌素窄一些 它杀不了剂马 不过BT的售价要比多杀菌素便宜不少 接着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BT的使用方法 选用浓缩药剂 基本配比是用一加仑的水混合四茶勺的BT 把BT摇晃均匀 先将喷壶里加一些水 然后加入四茶勺的BT 最后再加水制一加仑 混合均匀后就可以使用了 主要是喷在蔬菜叶子的正反面喷透 这样害虫吃叶子的同时就把牙包杆菌也吃下去了 等开始消化后马上就停止进食了 也就停止了对蔬菜的破坏 几天后虫子会慢慢死去 BT固然好 使用它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用错 第一是配好的药剂要尽量在24小时之内使用 过期的话效果会大打折扣 所以尽量做到用多少配多少 第二是使用的时候要避开强光和暴雨 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使用比较合适 阴天的话可以全天的使用 要看好天气预报 尽量在两天之内不要下雨 如果万一下雨的话还要再次使用 第三是在虫子幼小的时候 或者是在大量进食的阶段 效果是最好的 幼虫长大了或者变成成虫了 效果就非常有限了 甚至单次使用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了 第四一点是用药之后 虫子吃下叶子之后 虽然很快就停食了 但是不会马上死掉 不仅如此 外观也和平时差别不大 就像是没起作用一样 这时候不用着急 耐心的等上几天再过来查看 第五一点就是如果虫害比较严重 或者是过了五到七天之后还有虫害 那么需要再次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BT的使用时机非常不好掌握 最好是有虫卵的时候就开始使用 或者是刚一发现幼虫就开始使用 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掌握不好的话就需要每隔几天反复使用 最后一点是使用BT的时候 也和多杀菌素一样 需要控制使用次数 尽量避免产生抗咬性 最后是实战检验和总结 大家都知道实际处理虫害的过程 要比理论上的复杂的多 比如像我目前的情况 虫害处理晚了 虫子多 而且有很多大个的幼虫了 所以单次使用BT肯定是无法清除的 这时候有两个选择 一是使用一次BT 然后隔上五天再使用一次 之后根据情况 可能还需要再次使用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 先用一次多杀菌素 一周后再用BT拱控效果 或者反过来先用BT处理一下 再用多杀菌素加强力度也行 我这次选用第二个方案 多杀菌素的效果 通常还是要比BT强上很多的 视频最后 我会把几天之后的实战结果 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切身感受一下 这种有机的生物杀虫剂的实战效果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点一个赞来支持我们 举手之劳就可能让我们的视频 被更多的人看到 感谢大家 看看这种小虫子都已经干瘪死掉了 这个变成虫子杆了 像这边这种更小的 都已经变成黑色的印记了 再来看看虫子最多的这颗 基本上都干瘪死掉了 这只大个的好像还活着 但是已经没什么活力了 原本这颗土豆上是有很多的 大的小小的虫子的 现在基本上都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干了 掉到地上找不着了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不过能确定的是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这种生物杀虫剂 是对越小的虫子 效果越明显 大个的虫子 还是有一定的几率 能活下来 或者是能逃脱的 现在是用了一次 多杀菌素和一次BT之后 过了三周以后的情况 我们仔细找一下 基本上已经没有虫子了 也基本上没有 虫子活动的迹象了 土豆的蜘蛛已经是非常健康的长大了 再检查一下 当初虫害最严重的这颗土豆 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恢复了 也找不到虫子的痕迹了 有时候在菜园里边逛 还能够偶尔发现 马铃薯甲虫的成虫 不过已经是零星几个 成不了什么气候 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土豆顺利的长大 收获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感谢自己的事 Whoeverն就 zomb nor